平行的翅膀 让梦飞着比天长 有一个愿望 绕着自己 谢谢跟三祖同学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笑 三祖同学都在混乱当中去寻找你们的未来 这是好事 因为人生就是从不断的混乱当中 去找到一个一个的方向 三祖我在待的过程中我都会先讲一个事情 把你最终的目的先找出来 要先做这件事 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六个字 希望各位记下来 目的说结果论 做任何事情先把这个东西定下来 接下来我所谈的跟三祖的内容没有太大的相关 因为前面两位评委都给各位很好的建议 我要谈的是你人生怎么规划 你遇到哪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在快速整理的过程中去做好 当然首先我要给这三祖一个 回过台来我写两个字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如果各位不了解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就会做得很匆忙 做得方向性就不好 本质 什么叫本质 我们人内在的唯一不会改变的是什么 刚刚在第一组的时候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 说了我是喜欢做跨界的 其实我本身是喜欢学习的 我三岁想当漫画家 17岁达成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 企业管理学都拿了国际执照 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还兼修了玄学 指挥斗数跟易经 在年轻的时候还跟蔡刚勇组织过搭档节目 然后前几年去新三本学院当执行总宅 了解一下整个金融的背景 然后这几年十年内我都在做一个 环保公益活动 送一亿本环保漫画书给一亿个小学生 叫绿意行动 各位可以摆录一下 这些都是不相关的 可是它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我们的人心的感动 我是水瓶座 我给自己的定义是这样 不学习会死 这就是我的本质 我希望各位现在有空你写一项 我希望你各位花一分钟的时间 在经历了一个下午混乱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断的在混乱中 去听别人的答案 去被别人诱导 然后顺着别人的答案 也没办法找到自己的内心 因为你不了解你的本质 如果一辈子不会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请你现在写下来 这个事情是要不断的去追寻的 有空的话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你的本质写下来 那么谈到本质的部分 我就往下谈 刚刚有谈到了很多内容的部分 其实他要谈的部分只有一个 什么是人心会感动 其实谈到这些内容都是一样 我在每一组也都谈到了 这个世界是会改变的 很多事情都是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 就是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在改变 所以各位要知道 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人心的感动 所以各位在这上其实一直往这个题目去靠近 可是你被很多技术性的东西给掩盖了 以为我们用了技术 以为我们用了方法 我们就能够让别人靠近我们 其实不是的 当你把自己的内心做好的时候 那么你的内心就能够感动别人 别人也因着你的感动而过来 我想谈一点心理学上面的东西 各位除了本质之外 刚刚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跟你的人生规划是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人生规划只有两件事情 在心理学上面来说 这是你的出生 这是你的死亡 那么你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呢 各位一定说 出生之后就朝向死亡过去吗 一般是这样 但是大部分人过的叫反射型人生 什么叫反射型人生 我们从小就想说 我想要当科学家 我想要当最高领袖 我想要当医生 当你立下了一个目标 你就朝向你的最高理想 甚至一辈子就朝了这个最高理想而死亡 但是人很快就会这样 上了幼儿园 别人告诉你应该做了什么事 你就走了 走一走 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 你又开始走了 另外一条路 然后就告诉你 这也不错 这挺好的 然后最后又有三五个人 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老师 或者你的建议者 又告诉你 这个其实更好 所以你又走到另外一条路 看着看着 你可能要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绕回去了 最后你就 你唯一能达到的一件事 就叫死亡 刚刚的过程 其实跟你的人生很像 你不断的在自己的疑虑当中 不论在别人的讨论当中 不论在大家的过程当中 你不断的在改变你的方向 其实各位一开始就知道 你能够让别人感动 则必然回馈到你所有规划的内容上面 但是一直都限于野人的目标跟方向 而那个目标跟方向是短暂行的 所以另外一种人生是什么 叫愿景式的人生 也就是我刚刚在谈本质的部分 有些人要成为第一名 有些人要服务大众 有些人就是对于这个世界 要打破碎的不公平 各位都喜欢iPhone 为什么只有iPhone能做到一件事情 因为乔布斯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上有平凡的东西存在 所以自从乔布斯死掉之后 iPhone就不再是神奇的东西了 一个人只有自己内涵 你朝向我就是要打破所有的不公平 我就是要比别人更好 你一辈子的愿景就在这上面 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得比别人更好 我可以提到一个事情 告诉各位这个相对异的是 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 都有用微信吗 没有用微信的警局手 没有用微信今天我 对 也没有办法能够过到很多的生活 但是两件事情 各位可能不知道 你成为一个愿景式的人生 难道你就是一条路的前进吗 不是 中间有太多的人给你意见 中间有太多人给你出来 中间有太多人告诉你不可能 而你就要在这上面不断的往前进 微信张小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个各位上百度去查 当微信成功之后 网络上有多少人说 其实微信这个想法是我最少想到的 甚至有很多人告诉你 我其实在12年前15年前我就申请了专利 去看有这个人 这个世界上很奇怪 当有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就会有人告诉他 这个事情我其实想过了 这个其实我早就在做了 日本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最少有50万个人同时想到 你不是唯一的那一个 你不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乔布斯也不是 乔布斯的所谓的iPhone 你去看50年前的电影里面就有了嘛 那些人都有 唯一能够让你朝向愿景式人生 突破所有困难的这一件事 叫我先做 我不停的做 我坚持的做 最后我做出来 微信张小龙就是这样 第二个各位不知道的一件事 其实我刚刚所谈到 有多少困难 微信张小龙在做的时候 他的领导天天给他许多的困难 这在张小龙的书里面 在网络上都有 但是腾讯的马化腾 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 他不能出手 因为公司交给了一个CEO 他必须同理税的事情 他也知道张小龙不断的在被打压 他只能说谁最后成功了 当微信推出来 马上获得数千万数亿个人使用的时候 马化腾做了一个决定 把原来的CEO开除掉 因为他是主保公司进步的人 各位 你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会是很容易的 相对来讲 当这个事情越来越难做的时候 也正代表着你所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所以怎么样从这个愿景式的人生里面 去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能够做的 从本质谈到愿景式人生 我就要谈到一件事 什么叫核心价值 也是各位今天一直在讨论的事情 本质不改变 愿景不改变 但是内容其实可以被改变的 各位刚刚说这个结合那个 这个结合那个 这个做所有的合作 好像不可能 我告诉各位一个案例 如果你是卖轮胎的 你怎么样让人家全世界都知道 你的轮胎比别人好 米其林讲出答案了 他做的事情跟轮胎有关吗 没有 他就是全是因为他知道 轮胎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能够移动 能够旅行 是为了让这个人开心跟感动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方式 美食跟人的旅行跟感动是结合的 所以他做了一个餐饮的评鉴 本书籍叫米其林 一星二星三星 所以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 有一个卖轮胎的 很出名 但是因为他做了美食凭借 回过头来就是 刚刚我所讲的 你把本质认清楚了 我不是卖轮胎的 我是为了让别人借由轮胎去 展开一段旅行 而获得一个生命中美好的感动 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综合上面 我所谈的 就是跟各位做一个互动 你在人生的过程中 会有不断的人告诉你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有困难的 甚至别人会影响你的方向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找到你人生的本质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我绝对不能放弃的 是我一辈子兼职的原因 一个想法 第二个 你如何在困难之中 朝向你的愿景 然后在这过程之中 创造每个人感动的 我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因为很坚持在画画 其实一直都有一些 座右铭支持着我 大概十年之前 我写了一个诗词 把我自己人生的一个 刚刚所讲的内容 定调成一句话 我在此分享给各位 而我所看到的 很多人的成功 很多人能够让自己 生命发光发热 都跟这句话是相同的 当然他用了很多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内容形式在表达 而我把它修正成 我自己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向 我现在把这句话 送给各位 如果真心渴望一个愿望实现 天上的星星 也会飞下来帮忙 谢谢 谢谢 谢谢